世界上十种威力极强的女性自卫神器 每一个都出人意料 拥有它你将不再是带宰的羔羊 今天谈谈就带你了解十种安全实用的自卫武器 第十 辣椒喷雾枪 它外观小巧 携带方便 乍一看你可能以为这是一把玩具水枪 不过它发射的可是辣椒水 这一看绝对是小米拉做的 而且还是新鲜的那种 如果那个不实相的人 想要行图谋不轨之事 你可以瞄准眼睛 给它致命一击 足以让它60分钟内疼痛难忍 也有足够的时间逃脱 但这仅限大人使用 千万不能被家里的小孩拿到 第九 加强版防狼喷雾 普通的防狼喷雾相信许多女性朋友了解 通常都是用胡椒制成 使攻击目标的眼睛和呼吸道 产生强烈疼痛和刺激感 以达到自保的目的 但这种加强版的你一定没见过 它在普通的基础上加装了红外线 能让攻击目标短暂失明 同时也能让使用者更容易击中目标区域 而且射程更远 在保持安全的距离时 更是给予敌人双重打击 但这需要勤加练习 忽然攻击到别处可能就不起作用 第八 强光战术雨伞 一下能劈开椰子 瞬间砸烂板砖的雨伞 虽然也能起到防身的作用 但携带还是不方便 或许这种强光战术雨伞也许更适合你 它的外观和普通伞区别不是很大 除了能挡雨遮阳外 在伞帽顶端还安装了一个强光电口 当遇到歹徒时 就可以闪瞎她的眼睛 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 而且不用时还可以用来照明 然而接下来要说的自卫神器 可能你从未听说过 诗中女性自卫神器 她们外观看似普通 但各个威力巨大 第七 凯夫拉套索枪 它是警察鼠叔的逮捕神器 这种零伤害的黑科技 绝对是歹徒们的噩梦 美国研发的这种自卫神器 能以200米每秒的速度发射出去 瞬间让敌人失去行动能力 它是由一根三米长的凯夫拉技绳 和一个金属弹射装置组成 最远射程更是可以达到7.5米 一旦命中目标 能在一秒钟内束缚敌人 并且被绑住后就很难将它解开 如果在你遇到威胁时使用它 绝对能活捉胆徒将它带到警局 第六 战术 千万不要小看只只外貌普通的 在平常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来写字办公 但当你遇到威胁时 它就能带给你意想不到效果 比肩采用的是无钢材质 可以轻轻击碎车窗玻璃 更奇葩的是这里面还隐藏着一把小刀 足以让你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而且小刀下端还自带了一个开平器 如果你在酒吧 KTV这种地方 相信它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第五 指刺 别看它其貌不扬 但它可能是杀伤力最大的一个 它有指环和一块三角形的尖刺组成 而且为了不伤害到无辜的人 还在上面设计了一个软胶保护套 能保护自己的同事还起到隐蔽的效果 当你遇到歹徒威胁时 只要握紧拳头向前一次 就能轻松刺穿歹徒的皮肤 甚至割喉断乱都不在话下 但仅限于受到危险时使用 以上的自卫武器可能你并不一定喜欢 然而下面这几种你可能会爱不释手 十种女性自卫武器 它们不仅外观精美 而且还能贴身保护你 第四 防御戒指 这枚小小的戒指 是专为女性防身而设计的 相信戒指没有女性朋友会将支去之门外 而且关键时候还能保命 它和普通戒指一样 都是由戒环和戒面组成 但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戒指的顶端隐藏了一个锥形尖刺 如果遇到老六想要侵犯你 那么这个戒指会带给他意想不到的结果 不过要在它还没靠近你之前 你就要快速地拧开戒指 第三 电击手机壳 作为一名资深的手机组 你不应该缺少一个这样的手机壳 它不仅能放电 而且还能贴身保护你的安全 它里面配置了一个超大蓄能的锂电池 一旦打开它 就能释放出700千伏的电压 就算在穷凶极恶的歹徒面对它 都只能绕道而行 而且在平时你还能当作充电宝使用 24小时保持你的手机不断电 第二 钥匙扣 钥匙扣相信是我们每个出门的人都离不开的物品 但普通的钥匙扣用来防身的话还是差了一点 如果佩戴的是眼前的这款钥匙扣的话 它不但能起到防身的效果 而且在受到威胁时还能奋起反攻 设计师就根据手的生理特点 这样你在使用它时就不容易伤到自己 还能加强握持力 第一 强光电筒 你以为它是一只口红吗 其实不是 它是能在你受到威胁时 能保护自身安全的一只强光电筒 而且是一款最适合女性佩戴的自卫武器 它不仅符合女性追求美观的要求 同时还具备各种强大的功能 当你没有威胁时 可以用它来照明 如果只是可能会出现威胁 你可以使用闪光灯发出警示 但如果歹徒已经靠近你 它同样能释放高电流 你就可以直接放倒它 虽然使用自卫武器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 但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使用方法 确保能够安全使用 不过 在我们的国家 相信你不一定能用得到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快艾特那个你想保护的人